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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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剛才阿桃做了四喜臨滿 有沒有一些難度高一點的菜式 有, 我們做百花八粽 有什麼材料 它經常在百花釀雞卷 我們有雞腿肉 把它打平大一點 然後打蝦膠 把它釀在裡面 馬上試試吧 好 先拿一塊雞扒 真的很大塊 對 好, 然後你可以先拿蝦膠 就會是一隻手 對, 你的就差不多了 好 一隻手, 我們會鋪平 然後一隻手, 拿到多少 放下去 先把它放平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對吧 然後把它翻過來 拉回來, 像捲壽司 明白 這樣捲 這裡桌面有個… 保鮮紙 我們把保鮮紙拉起來 是 蓋住它 包著, 一邊捲 捲了它 然後一邊推過去 好 對, 推過去 好像在包糖一樣 對 要捲 然後拿著兩個尾巴 按著它 按著它 推出去 這麼方便? 對 這樣就鎖緊了 對 對 好像一條腸 對 然後把它蒸就可以了 又要蒸多久 蒸20分鐘 車車, 我等了你, 碟菜很久了 立刻要大家嘗嘗這個 車車特製的豪華版白花羊雞卷 簡稱白髮白粽 大相真的很吸引 師傅, 不如來試不宜遲 好, 也嘗嘗這道菜 一起粽 師傅 客氣了… 好 待會兒批蛇的, 先批好一點 我先嘗嘗 每次都跟雞一樣 很美味 今年始終全部都是雞 對 但師傅剛才說過 雞年今年都是犯太歲 我們今集還有幾個新潮未說 對, 還有六個新潮未說 不如馬上說一套, 好嗎 熟套主要是用耳朵聽的 雞是提的 所以剛剛是相對的生肖 我們叫做六蔥 正蔥太歲 如果中國傳統 就覺得宗教沒有抵觸 可以傳統就涉太歲 而熟套的朋友 今年有歲破星 那些大的計劃 或者一些大事 是沒那麼容易成功的 要多些毅力 但是可以將計劃 就變為一些短期的成果 令到自己鼓舞鼓勵多些 有欄杆聲 將事件分段成功就最好了 同時因為有大號聲 大號是代表大破財的意思 所以今年其實花錢 真的要小心點 不要那麼大洗 熟套的騎鍊上也有不少 賀賢、蘇迪虹這些都是熟套的 師傅 這些騎鍊會否跑短途賽 特別出色呢 當然 如果不是就跨欄賽 因為分段計劃成功 所以短途會比較好 看賀賢、馬房也有很多短途新星 京京千里和順世堡 這些都跑短途賽的 師傅 講完套了 不如說說龍 好啊 厲害了 因為有紫微和龍德 紫微是皇帝星 可以用多些第六感主觀 或者個人條件去發揮 同時有龍德 是代表貴人賞色 顯示是得到黃金拍檔 不過有暴敗星 容易投資上面有些波幅 在街上有天鴉 天鴉其實也是代表著高的地方 特別要小心 看熟龍 李爾達 楊明倫 梁家俊 這三位本地的騎士 對 根據其實成績又不錯 因為紫微龍德是非常旺上的 大家都要留意這幾個馬房龍騎士 跟著這個新潮 就是阿濤很留意 因為是熟蛇 原來阿濤你熟蛇的 是的 熟蛇今年有天廚升 天廚代表飲食 如果創業是跟飲食界有關的 特別好 即使普通人吃福也不錯 就是說 如果你吃著東西 介紹馬 可能更加聖神 今集已經吃著了 有天雄升 天雄千萬不要隨便做駕倆 或者容易搞不清楚事物 引來非耳 同時有指背聲 是代表俗語說的被人打背 所以今年其實都會比較多是非 和投訴更多 有白虎升 白虎本來是古時遇到猛獸所傷 但現代是沒有猛獸的 那些寵物受傷 或者寵物受傷就要小心一點 騎士上面就有拍寶 過往拍寶打些鞭都真的挺狠 會不會真的打到一些馬 就傷人迷女 因為他都經常被競賽小組 罰他的鞭太重 就要罰金錢 錢財方面 其實因為主要來說 天廚是一個比較中用之道 但有一個方法可以加強一點 就是每次你有一些 幸運得來的條件 大家一起分享請人吃飯 師傅, 這真的要誠你貴言 如果今年我賺到橫菜錢 就一定要請你吃飯 一言為定… 一定要 希望今年熟舍的朋友 都繼續像以下這道菜式一樣 滿滿… 這道菜式女士們最適合 又海參、又花膠 這麼多膠原BB 皮膚一定會滑滑滑滑 不知道熟馬的朋友 今年的運程又如何呢 熟馬就厲害了 在十二生肖裡 其實今年熟馬最有橫財、偏財運 因為有天德和福星 只要尋規蹈矩 上天就會恩賜給你 還有一道好的 就是熟馬的朋友 有桃花入名 有咸字入名 但也有紅聯入名 三個星 本來紅聯聲動 嫁翠婚姻 也可以添丁 但是加了咸字和桃花 就似乎太多 因為咸字本來 就是咒王的酒池玉琳 酒池 其實廣東話是咸濕的意思 咸濕星入名 今年怕節外生枝 感情比較混亂 可能太忌重於感情 破壞了自己的投資和財運 騙斯上田泰安 今年真的有個新的女朋友 挺漂亮的 看看今年會否有機會拉上天窗 但看看蔡若翰 今年的成績也相當好 她是熟馬 暫時在這個念馬斯龍虎榜 都在前列為止 聽到熟馬的朋友 運程也挺好 不知道熟羊的朋友是怎樣 熟羊的朋友和馬 真的有點天丸之別 本來馬羊大家是相合的 但是羊今年 其實有一個寡宿星 寡宿代表寂寞和孤單 加上有天狗釣客星 長輩健康問題 或者如果傳統覺得熟羊的朋友 今年天狗釣客入名 就不適宜出席一些白事或者喪事 很容易會相沖 熟羊的朋友真的要留心一下 念馬斯上面熟羊的朋友 有方家柏和葉楚行 兩位都是前香港的冠軍念馬斯 看看她今年的成績 葉楚行比較普通 在中下游為止 但是方家柏 其實她也有機會爭奪 今屆香港的冠軍念馬斯寶藏 看看有沒有機會 師傅 好,輪到最後一個生肖 人性化的生肖 就是屬猴 今年的運程是怎樣的 屬猴比較人性化 是群體的生肖 所以屬猴和屬猴的配合 可以說天衣無縫 最好一老一幼 因為屬猴在他們的生活圈裡 很重尊卑和領導地位 馬圈裡面有 即是練馬斯有高冬妮 比較老成 但是騎士有蔣家騎九十合 一老一亂 很適合 看看今季合作 其實這群組合 都贏過頭馬一匹萬事恩 都很容易投 還有一個墨月星 墨月不是動墨月 是墨生的墨 是跨月的意思 即是屬猴的朋友 有機會轉工 或者嘗試一些新的行業 或者範圍 一些新人物、新事物 能夠克服了之後 就更成功了 但是有亡神星 要注意身體的健康問題 尤其是身邊朋友 可能有生離死別的事 令到自己煩惱 加上有病符星 健康問題就要特別小心 各位細師傅 幫我們說了十二身朝的運程 這個時間就要看看 押軸的賀年賽 好, 請坐 不要看這道菜 滴滴色色的 原來裡面的材料 一樣可以很豐富 不知道今年有哪個騎士 一樣這麼有識力 騎士方面 莫雷拉 其實也贏了整條街那麼遠 師傅, 我想問 有沒有哪位騎士的名字 今屆也比較旺的呢 其實今年, 財星八百星當旺的星 去了東邊 東邊屬木 所以其實木字應該是幾旺的條件 再加上, 九子這個興旺的星 喜慶星呢 去了東南邊 東南亦是代表木 不過是代表軟木 即是草花頭 蔣家琪, 蔡明紹 蘇偉賢, 蔡若翰 這些其實都是草花頭 那裡的彩衣 有沒有哪方面特別旺 也有的 因為桃花星, 興旺星 去了東南邊 所以青綠色 其實特別旺人氣 或者人緣桃花 因為今年雙春兼潤月 雞蓮也是指貌 有四桃花之首 心形的彩衣 其實今年是挺幸運的 那說一下蓮馬斯 哪個比較強勢一點 凡親有口字簿 企仁邊的字 可能煩惱和壓力會大一點 即是運氣就會沒那麼好 還有五王這個災難的星 去了南邊 南邊是熟火的 所以明字上面有日字邊 火字邊的組合 應該會吃力一點 要靠自己努力多一點 凡親有喜事 通常譬如結婚、添丁 剛扮喜事的人 通常都會帶著一個很高的運氣狀態 其實蓮馬斯賀兒 其實準備會結婚 接下來今年也會擺酒 如果你說生日 其實早前高冬妮一大壽 即是擺生日酒的時候 立即贏大賽 憑著美麗大師也很棒 也可以留意高冬妮馬房 今天謝謝師傅 跟我們說了十二身超 還有馬圈的運程貼士 沒錯, 新一年快到了 祝大家團團圓圓, 笑口常開 我也恭祝大家馬雲亨通 做善事福有有歸 恭喜發財… 發財… 帳家… 嗚嗚… 友情… 打開 咱呦人 請 conos